主席 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这个自治法是有这个必要 而且我们也希望 在朝野的一个支持之下 我们这个自治法能够通过 但是在台湾这块土地 我们究竟不像 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 这个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将议 成立一个独立的一个自治区 那我跟主委 这个分享一下一个经验 因为我最近有去内蒙古 考察他们的一个自治区的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 是1947年成立的 是中共建政 早两年先成立的一个自治区 所以他们那个等于是说 中共还没有建政之前 两年前1947年就成立了 内蒙古自治区 算是大陆五个自治区里面最早 最早成立的 那内蒙古自治区里面 他们自治区的主席 大概都是用当地的主体民主 像蒙古族的 书记才是用 这个 但是 他们自治区里面 政府 为什么 市人民政府 像我们去考察那个 包头市跟那个 俄尔多市 俄尔多市市人民政府 我们去参观的时候 那好大 那个市人民政府 那个因为他们 这个民族可以享有地下的权力 所以我们 我们今天再谈 为什么俄尔多市市大陆 这个所有少数民族最富有的一个城市 在包头市 在往西 俄尔多市市 因为它的地下有矿产 有那个天然气 有那个 这个 稀土 所以几乎每根都是盖盖了豪宅 买了这个进口车 所以那边是最富有的城市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担心说 我们台湾这个 原住民族的自治区 财政从哪里来 财政除了中央政府的 这个编列议算补助之外 最重要是要看我们有什么自治权 我们的自治区的政府 有什么样的自治权 如果我们可以有地下 地上的一些矿产的资源 类似这样 是归我们自治区政府所管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这个财政 当然跟财化法还是有点关系了 所以我想说我们财政是不需要去 太过关心了 那但是我是 我是认为了 我们人民会在这个推动这个自治 特别是到下乡去宣导这个部分 我还是认为 就是说这个自治法 还是我们立法院这边在谈的 知识分子在谈的 我们原住民族的基层民众 这次我到东部去 都还不是很清楚什么叫自治 特别他们说把我前面的农路 这个党土墙做好 比那个自治还重要 比这个自治还重要 所以我是认为了 不要说变成这个自治法通过了之后 原住民族还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推动自治 自治是什么意义 所以孙主委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要大力的去宣导 去等于是说做一个说明 政策的说明 人民会应该要 要动用你们的一个体系 行政的体系 下乡广办这个说明会 让我们原住民族知道 这个自治是为什么会值得 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努力 做一个追求 孙主委 您将来有什么做法没有 报告委员 其实自治法在那个制定的过程 比较重要的那个方向上面的改变 我们也都尽可能跟委员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乡镇市长 我们的原住民的议员做说明 那我也很同意刚才委员所提到的 我们怎么样去宣导 让同胞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我们 自治法通过以后 对他们的权益这方面的这些保障 那之前都在做 目前我们14个这个专任委员 我们也都已经完成 你应该要把14个族群代表 要全部要下乡去说明 现在也是往这个方向 因为你那个这些族群代表 还有你们各处事课长 特别是你们那个经验处 副主委 你们应该要下乡说明 因为他们是这些 我们要传达这个政策的一个主要桥梁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立委 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在那边讲赤字 延民会应该要去办这个说明会 办这个工厅会 甚至于编列经费嘛 给县市政府 我跟孙主委讲 对 花莲县长福坤奇啊 他自己编了三千万 他要在花莲推动部落自治 而且钱给乡公所 去宣导 什么叫部落自治 当然那个自治是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 他最起码说 县长能够编这个钱啊 那个能够去 广泛的去宣导部落自治 这个该 我觉得我是蛮蛮敬佩他的 那延民会呢 你们最起码要编一点钱 给我们的55个这个乡政公所啊 让乡长有这个钱 帮你们去宣导啊 将来我们在立法院讨论的 一个方向跟进度 虽然还没有通过 最起码说 他的方向跟进度啊 让我们原住民了解 将来我们自治通自治法通过了之后 我们的权益会有什么样的转变 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那个狩猎 狩猎办法啊 那狩猎办法 我们是不是还要经过林务局的核准啊 为了自用两个字 在立法院吵得沸沸扬扬的啊 那那我说我们 我们那个办法一直不公布 那我们狩猎的权益 没办法保障 但是我们只要设立自治区 好比说不农组的自治区 我们将来打猎 是不是要经过呃 林务局核准 还是要经过我们自治区政府核准 以后自治区政府有核准的 那当然一定是归自治区政府核准啊 以后林务局你不用不用再管我们打猎嘛 交给我们自治区政府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 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法律 这个在这个我们自治法里面 将来狩猎的权益 采取土石的权益 矿产的权益 当然我们中央 还是有这些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可是自治区的话 这些权益 我们应该要尊重 我们自治区政府的一个权利 特别是林业的矿产的 还有这个狩猎的 这样这样的权益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这个部分啊 我们要稍微坚守啊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到这一条的时候 我们要给我们自治区政府相当的一个权限 而不要再说啊 又是要经过林务局 又是要经过什么矿务局 那那那财团要到我们三地乡来挖矿的时候啊 还还要经过我们这个这个什么矿 矿业局的核准 自治区政府有钱来核定啊 可不可以开采取这个土石 采取这个矿产 否则的话 如果连这个权限都没有 我们自治法就不用谈了啦 就不用谈自治法了 所以我刚才讲过 我们担心财政 我们担心这个权限啊 如果连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去坚持的话啊 那我觉得我们设立自治区政府等于是空谈啊啊 所以我想说这个是关系到我们自治权限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我们援助民族 我们自治区政府有什么样的权限 非常重要 我在这里还是要讲一下良心话了啊 当时民进党所提出的15条条文自治法 几乎里面没有一个条文是谈到我们连住民有什么自治权 我们这个版本 才能够很清楚的谈到 连住民族的自治权的权限在哪里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版本啊 我觉得能够把这个权限能够讲出来 就表示我们这个版本是有内容的 是有牛肉的啊 有牛肉的啊 所以我们不要说谈这里啊 讨论那么久 花了那么多时间讨论 搞到最后我们连住民族自治法通过 没有自治权啊 啊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自治法是真正 要有自治权的一个自治法 让我们连住民族啊 成为台湾这块 保岛的一个主人啊 最起码我们 说实在 我自己个人啊 写了很多文章啊 而且我研读了很多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的 特别是我们的林副主委 我规划我们三地行政科到美国印第安保留区 我们到内华达州啊 那时候比较贫级了 也是在内华达州的这个沙漠里面 那个算是比较穷的一个秩序 可是他靠近那个雷诺赌场 那后来呢 美国通过了一个赌场的一个法案 要优先开放 我们印第安保留印第安人啊 开设这个赌场 所以创造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甚至于印第安的部落政府啊 他们也禁用了很多白人啊 来到赌场里面工作 印第安 只有印第安可以来这个设这个赌场 所以这个有特别的一个优惠了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是很敬佩了 过去我们在三地行政科的努力 没有白费 因为现在研民会的很多版本 也都是抄袭我们以前 三地科所翻译的这些文章嘛 我曾经还自己是没有没有稿费了 我自己还翻译加拿大的 这个印第安的这个自治法 所以这个李副主委 你对我们这个原住民族自治法 这个版本啊 你整整个总体的评价 你可不可以发表一下 你个人的看法好不好 非常谢谢孔委员给我机会来做一个说明 我个人当公务人员 第一次有机会到国外参观 甚至去学习这个原住民的 这个自治的制度 大概就是跟孔委员当同仁 我们到了美国的内华达的派佑 也到了加拿大沃泰华附近的一个非常有裁员 有支援的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保留期 我还记得当时刚好下很大的雪 下大雪 从那个时候回来大概 原住民族的事务 已经开始种下了 关于原住民自治这样的一个理想 跟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那这一步法 那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原住民自治法的草案 那因为有很长的时间 我都是在会里面服务 民国八十九年的时代开始 就开始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 当然民国八十九年 你的这个草案当初啊 是高度的参考现在的地方制度法 我们逆了一百零四条的条文 然后送到行政院去做会商的制度 我回顾起来了 当时整个会商的过程非常不顺利了 所以在省议的负责的政务委员 很快速的做成一个决定 因为这个 两分钟 这个法案啊 它第一个很大的这个要件就是 它要做一个行政企划的一个要求 院里面斟酌可能是做不到 总共这个这个版本你们在行政讨论几次 大概讨论了一年多 所以最后就把它修正为十五条的条文 谈谈现在一百 现在是八十三条的条文 所以这个十五条的条文到一大月里面来 历经七八年都没有进展 换句话说 诚如彭委员所说的 恐怕激离我们原住民的期望 非常的谣言 所以这一次呢 去年我们十月三十号 重新 根据马总统的这个政见 还有现在通过的联合国的国际原住民的全力限 我们的基本法 特别是基本法的一些规定 重新把它整理 整理成一个可以操作 而且呢 具有实质内容的一个版本 基本上我这样看 如果这个版本能够顺利通过 或许是我们当今的民主政策一个非常重大的一步了 好 那么大家对这一步法也许有其他不同的看法 不过大致上的股价应该是值得来支持 好 我还是要强调了 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政策 从九零年代开始到现在 可以说是不输给美国加拿大 甚至于纽西兰 但是只要这个自治法通过的话 我们可以媲美这些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的政策 甚至于比超越他们 甚至于超越他们 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是确实有保障 所以我还是坚持认为 我们应该 政府应该要支持我们原住民族设立这个自治 当然我们要很坦白的来谈 到底我们可以享有多少的一个自治权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族融合 民族混居在一起的一个导义 所以我们也除了自治法之外 我们也不能忽视 就是住在我们这个三地乡里面的这些非原住民 所以我再一次的重申 这个自治自治立法 言明出路 自治立法 言明出路 也就是说我们自治法通过 原住民才会有出路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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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